2024大選證件展開大 科文哲景 隨後移植後 也公開醫療證件八支件 包括要提高醫療支出 從佔GDP的6.6%到8% 也要擴大公費疫苗 癌症篩檢 分級轉成制度 健保也要從論件記籌 改回任人記籌 表面上看起來 民眾滿意度90% 但實際上是以大堆理解 真正的理想應該是 大家不會生病 就算生病只剩小病 得了大病 我們不會死掉 我們對於健保 我們要倒過來想 宣布參選之後 不只柯文哲遭到 綠網軍攻擊老家 還被警舉違建 柯媽媽甚至被氣哭 柯文哲這麼講 如果他真的被判定 是該拆了就拆嘛 倒是那個防火箱 我媽媽氣得要死 那個防火箱根本 那個鐵門也不是 我們家裝的 如果你都明明知道 你在做假新聞 這種媒體到底 要不要譴責他 有名則建議 若藍白無法整合 鐵定保送賴清德 應該在11月前 完成整合 11月的時候登記 只要是三個人登記 賴清德 賴清德同一天也大談國政宣言 但困著嘲諷賴清德做過隔魁總統和黨主席 你的政見從過去都做不到 憑什麼要百姓相信你 民進黨執政部怎麼樣 選舉還是一流 11月各黨正式登記 到底幾組人會參選 在一黨嚴正以待 民進黨也不敢掉以輕心 記者楊潔時光好 SV小組台北報導 我是哈遠儀 不用說故事寫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正義的拿證據說 被掩蓋的挖出來說 非主流觀點 我有勇氣說 用心說好2300萬人的故事 我是哈遠儀 請鎖定中式YouTube頻道 記得幫我們按讚訂閱分享 開啟小鈴鐺喔